一份对家人的爱成就了客家妈妈杜淳宇的手工作事业 当初为了家人 杜淳宇开始学做手工作 也分送给亲朋好友相当受好评 让他决定把手工作当成事业来经营 但前五年生意惨淡 手工作卖不出去 经过时间累积 慢慢的回购率开始增加 加上后来一位朋友送给他红球浆 于是他在桃园龙潭的住家后院 尝试栽种 再把姜汁打成支柱灶 靠着口碑相传 独特的红球姜灶 逐渐打开市场 还获得两届桃园豪里的肯定 先剪掉才比较好踩说 不然没有办法挖到地底下的姜 最高可以到达一个人的高度 你后面那车都比你还高 对 都比我还高了 长得又高又茂盛的红球浆 剪去支月后 露出一颗颗鲜红色的球果 这个球果一般来讲就是插花用而已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水分 它是插花很好的素材 一般来讲是没有食用它的 只是它是蛮奇特的一个球果 它还在绿色的时候 它会慢慢转成红色 所以叫做红球浆 地底下20公分左右 它是蛮浅针的作物 所以蛮好挖的 如果说太阳晒得很久的话 很久没有下雨的话 当然挖起来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说都找男生来挖 这个红球浆是1920年从亚洲热带 传到台湾来的 可是它本身是非常苦 跟我们做菜的浆是不一样的 它的筋其实可以吃可是很苦 一般人不会拿来做菜 我们就取它的筋来做肥皂 空闲时 杜淳宇喜欢在自家后院种些作物 会种这一大片市面上相当少见的红球浆 其实是五星长流 我做肥皂十年的 在第五年左右 一个朋友很高兴 他送我一些红球浆 他说 对不起 你不要小看这个浆 那你可以不妨来试试看做肥皂 盛情难缺下 他尝试种起红球浆 每年四到十月就是红球浆的产季 韧性强的它们在一般环境中都能生长 也因为它味道苦没有虫害 栽种时不必喷洒农药 一般的浆种了三年 几乎都会干枯死掉 可是我们这个浆是不会干掉 不会腐烂的 它可以继续长 长到五年十年都没有问题 它是永远这样子 那么新鲜地长下去 刚出土的红球浆 浆必须一块块仔细刷洗去除了土 先切碎 不然果汁机搅不下去 本来那台慢磨机是搅不下去的 制作手工倒前 光是红球浆汁的处理 就需要多到程序 急不得也快不了 切好的浆块 先放进慢磨机里搅碎 但这样颗粒还不够细 得再经过果汁机打碎 才能将颗粒打得更细 我们要再用果汁机 把它直接打成泥状的 非常的细 所以做的水道才不会 边洗澡边吊血 怕会阻塞毛下水道 如此的高纲 东市渡淳雨历经一次次失败 一遍又一遍的尝试 换来的经验 在刚开始把渣放进去 后来觉得不对啊 边洗澡边吊血 然后浴室都是有那个渣渣 才知道说把那个渣渣要滤掉 比例也好 对 比例也是一趟一趟的测试 才知道把黄金比例调出来 打成泥状的红球浆汁 还得滤掉渣 变成清澈的浆汁 再加入黄色矿泥 加热后持续搅拌 静置一旁降温 我们做培照油必须要加热到45度 到46度 那个碱水要降到45 46度 然后再一起搅拌 你有哪五种油 椰子油 棕榈油 橄榄油 米糠油 碧麻油 这五种 所以每次都是一人雇一种 你雇油我雇尖水 为了能精确掌控温度 必须夫妻俩一起合作 丈夫吴桂枝也从手工造门外汗 成了杜淳于的得力帮手 原本做些小生意 卖过水果 茶叶枕头 和蜜餐的她 会踏进陌生的手工造领域 也是因为对丈夫的爱 因为先生有冬季羊的毛病 那每天洗完澡后真的是 羊到会去露表 可是还是没法解决啊 羊到真的要去露表 真的要露表 真的露表 这样羊洗过之后 那个擦干净之后 就开始羊了 就开始羊 露露露露露啊 就可以舒缓一些 于是她开始学手工造 给先生用 也分送给亲朋好友试用 反应不错 让她兴起了 把手工造 当成事业经营的念头 却被另一半大泼冷水 我真的泼冷水 因为台湾的市场来讲 因为台湾做肥皂的人 是蛮多的 不管是企业的 或是个人的 都 因为到处可以学嘛 可以学来做肥皂 我那时候想说 你这样子做 把这当成一种事业 你做得下去吗 我说现在沐浴露很多 一挤又偏余 洗一洗就OK了 你这个手工造 有办法这样经营下清啊 虽然另一半不看好 但杜淳宇非常执着 一直相当坚定 就这样整天沉浸 在手工造的世界里 如果造化没有完全的话 注模过后容易碎裂 或是容易出粉白粉 或是起油斑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这个搅拌 一定要很均匀 时间要够久 次数要够多 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很多了 如果小办时间不够 或不均匀的话 它会出油斑啊 都有发生过无数次 然后无数次的 礼战礼拜 然后再来个礼拜礼战 要有那种不怕失败的 那个过程是一直失败的话 你要不怕那些失败 你才有办法做出很完美的手工造 要有耐心 这样可以培养我们耐心 回想刚开始做造 根本卖不出去 辛苦做出来的手工造 只能送给别人洗 让他取向到一度想放弃 前五年根本打不开市场 没有人认识你的肥皂啊 都送人了 或是自己洗衣服洗掉了 还好红球这样的出现 让我重拾生机 让我有的一线生机 都可以继续走下去 把气泡调出来 不然肥皂会有一个 一小颗小颗的小气泡 是不会影响挺直的 可是不好看而已 入魔后的造地 得静置两天造化 变成固态的手工造 这个就是造化好两天的肥皂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脱模了 脱模后的一大块手工造 放入切造机 先切成一长条一长条 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条可以切十片 切割好的手工造 不愿马上使用 得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 晾造两个月 它才够滋润 硬度也够硬 然后酸碱值也靠近 越来越靠近中性这样子 为了呈现最佳麦像 在晾造的过程中 得维持室温的稳定 一旦天气太热 就得让手工造吹冷气 因为我们这个手工造 是纯植物油做的 全部都是植物油 如果说你这个环境 温度太高的话 它会出油斑 会不好看 不好麦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要在 25到27度之间的温度 这个环境下 给它慢慢的熟成 经过两个月的熟成 每一颗手工造出货前 都经过擦拭 还要再细细修整 才能送到消费者手中 我是希望边边角角 不要那么锐利 你看这个是还没有修过的 这个是修过的 你们这样看就知道说 这个修过的就比较柔和了 没有修过的就比较 感觉上没那么精致的感觉 走过创业初期的惨淡经营 靠着红球浆的独特性 让杜淳宇的手工造 慢慢受到关注 再透过参展 逐渐打开知名度 还获得 两届桃园好礼的肯定 丈夫也从原先的反对 转而支持他 其实说亏说 但是心里是这么想 可是他要做 我还是会支持他做 因为 红某红某就是这样 他要做 我们就对他这样做 做到他今天这种成绩 其实说实在 也是他的坚持 他有今天的成绩 也跟他学 因为就是在我们 在工作中 在学习很多事情 都是慢慢学 现在从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慢慢做起来 很多人觉得他有 很重的鱼腥味 可是我觉得很清 那个味道是很清香的 除了红球浆 杜淳宇也将自己种的鱼腥草 用柴烧熬成枝用来制造 取枝来做造 大概熬半个钟头就可以了吧 不用熬太久 熬太久 它的精油又会挥发掉 会减少它的功能 一份对家人的情感 开启了客家妈妈 杜淳宇的手工造事业 即使家人不看好 过程中面临滞销考验 但她发挥客家的应景精神 坚持做下去 要让更多人知道 手工造的天然美好 好 好